八八局 最大有效射程八百里 打不中不丢人 准备好了自信设计 还行 暗暴呼呼 老黑 到 下雨了 准备训练排阴 是 报告 行 出发 八八局 最大有效射程 八百米 不知道 一千二能怎么样 不瞎胡闹了吗 是不是 没玩过 就当给他练枪了 来 同志们 何晨光同志 想挑战一千二百米 大家说 给不给他机会 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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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二百米打山头 有把握吗 您不是说是枪吗 但是 但是我需要一注射 哦 啊好 喂喂喂 这俩人这不敢 是这意思吗 来吧别装了 还挺贴心 必须的必 还顺手吗 哎呦 知道辅助射击的药领是什么 不是一层墓 刘萌的小时候也都是 进那个厨房 就死定了 就已经算了吧 早出一次你又不会死 是 您再说话我可就晕船了 好 好 距离一千两万米 虎角西南 零秒三米 虎角二十五米 小语 向下修正五 向右修正三 还有十五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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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目标起重 好 现在我宣布 列宾合成光 到 为我神枪手四连 一半举击手 好 好 好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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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一个好的狙击手 枪打得好 这是基础 你要学得还很多 别翘翼子 别老爱吹牛 是 老黑 到 你负责教会他 关于狙击手的一些技能 是 把他的资料给我找回来 是 王一兵 到 准备 站住 好 好 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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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 一个新兵把枪都使成这样 你还好意思啊 王长 这这这太神奇了这 人才进行工作 而天才进行创造 这么短的时间就打成这样了 相当不错 以前学过 报 小的时候就喜欢打弹弓 后来 又经常玩气枪 有天分 黄部长 到 把极机步枪拿过来 是 院长 这个打过吗 报 新明连没学过 试试看 自己学马吧 准备好了就开始 自己学马吧 准备好了就开始 好 打楼上那个 那个远的 打楼上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刚入伍的新兵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军事做的 你力不足道 不吹牛你能死吗 已经很出色了 说实话 你的射击成绩在特等射手云集的四连也是数一数二的 更不用说身体素质和灵活性了 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有功夫的 而且功夫还不浅 所以我调了你的资料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亚锦赛搏击冠军 而且是部队子弟 是 爷爷是我们军区的首长 降门之后 但是我很奇怪的是 你父亲这篮为什么是护卖 何臣光同志 我不是那种特别三八的人 但是作为你的指导员 我应该指导你的家庭情况和思想状况 告诉我为什么 如果你父亲是在保密单位工作 你同样可以告诉我 我是军人也是党员 我不会邪密的 他不在了 怎么回事 他牺牲了 在前线 不是 那个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 他在军区的狼牙特战里服役 在一次行动当中 他牺牲了 军事行动 是 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军事行动 只知道 他牺牲了 那时候你多大 八岁 你母亲呢 在此之前 因为车祸 去世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什么 知道的 这些都是您应该知道的 我不告诉别人 也希望您能够谅解 我能理解 你是一个好兵 我相信 你的父母会很欣慰你 谢谢 我看资料上说 你爷爷也是抗美元朝时期的狙击手 而且和功勋狙击手张陶芳同志在一个部队 对 拘杀成绩仅次于他 看来你得了他的真传 你父亲也是吗 是 我父亲也是狙击手 现在你也是了 那你谢谢您呢 不用谢我 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对了 你认识咱们狼牙特战旅狙击总教官范天雷吗 认识 他是我父亲的战友 代号金雕 是他把你罚到了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一当兵就到铁剑团了 我猜对了 您认识他 我也是他的兵 是他把我招到特战旅的 只不过后来到外军去留学了 我学的也是狙击战旅 指导员 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 不知道该不该问 没问题 聊天嘛 欢迎提问 不是 你看您的军事素质那么好 在特战部的也是尖子 尤其外军特战部的进修 成绩优秀 为什么 为什么回来以后 反而到了基层当了一个指导员 会不会这个指导员犯了什么错 不是 指导员 瞧不起真功办法 不敢 指导员 说实话 你问我的问题 很多人也问过 说现在都21世纪了 那是信息时代 市场经济了 各种新的思潮 新的探讨 接种而来 虽然部队呢 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但是随着你们的到来 这种探讨 各种思潮 也就带来了新的探索 和讨论 我跟你说实话 我当时刚进部队的时候 我也不喜欢真功办法 真的 我就觉得这指导员啊 政委啊 那不都是磨嘴皮子的吗 部队是干什么的 部队是打仗的 那是靠战士 真刀真枪地打出来的 那磨嘴皮子能打成仗吗 所以 我在联队 我跟指导员的关系 一般 我不打理他 我埋头苦练我自己 一直到后来 提干 上军校 入党 对了 我当时入党了 这脑子呀 也是稀里糊涂的 主要还是 带点功力色彩吧 我知道 在你们战事当中 有这种想法呢 不止一个两个吧 这我不知道 您得想清楚 等会儿装糊涂 说实话 这个话题很敏感 但是 我不能回避它 因为这是个现实 我可以和你畅所欲言 你说 这样一个时代的军队 政治思想工作 还要不要做 还有没有作用 在这之前 我没有考虑过 一直到我 到国外进修 我才开始认真地 思考这个问题 好 好 好